为了深入了解基层教育 南投县长林明珍与县府教育处长彭亚林 特地前往仁爱国中 春养国小、仁爱国小以及南风国小 听取校方简报 除了对各校教学特色、校务发展 还有教育政策表示肯定外 学校教学设备和校舍需迫切改善的地方 县长林明珍指示教育处补助修缮 让教师在好的教学环境中 培育更多优秀的学生 林县长一行首先来到仁爱国中 了解学生营养午餐以及厨房环境 同时也享用营养午餐 并肯定厨房的厨工 涌先准备学生午餐 以及维护厨房整洁 之后林县长前往春阳国小 学生们穿着原住民服饰 唱着传统歌谣欢迎大家 林县长及彭处长也在该校舍舰队指导下 体验舍舰 并准确命中标靶 在仁爱及南方国小时 林县长除了聆听两校校长 简报之外 也参观幼儿园上课情形 小朋友看到林县长都相当开心 并与林县长握手及合照 场面相当温馨 林县长表示 经过各校校长检办之后 虽然偏乡地区学校学生 在学习方面有所落差 但是各校师长也都了解教学的重点 因此 未来也将针对学生较弱的学科 加强步道 今天到我们仁爱乡 但是校长啊 还有老师都已经知道这个重点在哪里 所以都对这个比较 比较成绩比较差的 都来做加强辅导 这是一个正确的啦 那么我们也希望学校有急迫需要的一些设施 需要县政府协助的啊 那么这县政府都有提出来 那么我们在县政府的预算里面啊 我们会尽量的来先优先来来协助 让他们来改建 像屋顶漏水的啊 这要赶快来修复 其他啊 比较 经费比较小数目的啊 我们县政府啊 如果在财政方面 能够许可的话 我们会 潜力的来帮助啊 我们偏年地区啊 这个学校的需求啊 让他静速的来完成 随后 林县长也来到仁爱国小 春阳国小 济南风国小 了解校务推展情形 并听取各校简报 与教学设备 以及校舍改善需求 林县长认为 教育比县政建设更为重要 偏向虽然教学资源缺乏 但林县长勉励各校师生 努力办学 既由教育熏陶 鼓励孩子多读书 或培养一级职场 甚至辅导他们考虚征兆 对他们未来升学 生活 与人相处 以及表达能力 都有相当注意